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 大家如果看到最新一期的时代杂志 上面是一个 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 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球选手 叫大阪直美 Nayomi Osaka 他为什么最近会上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呢 大家看到封面上面有几个英文字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一切ok 其实我不ok 他最近会引起大家注意是因为呢 他参加完法国网球公开赛之后 他不愿意参加赛后的记者会 因为他觉得他有犹豫症 事实上呢 在宣布完之后 他告诉时代杂志 其实很多的运动员 其实压力都很大 所以他特别提到的Curry 还有美国的一个游泳选手 飞鱼 都曾经跟他说 你一定要去忠于自己 事实上我们必须知道 现在全世界很多的新闻 都在报道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从7月23号 到8月8号开始举行 那大家知道这次没有观众 不过日本还是坚决要举行 所谓的奥运 因为从去年延到今年 再下去他会损失很多 可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其实全世界的运动员 他承受的压力 是比我们来的大的 过去他一方面要注意公众的形象 二方面比赛的压力巨大 所以按照其实美国的一些分析 全是有33%的运动员 尤其世界级的 他其实有心理的疾病 那按照墨尔本大学 他甚至说运动员的压力 是比你想象来得更巨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有时候运动员会不愿意 去接触粉丝 不愿意参加赛后记者会 当然如果是我 考试前我都会有压力 何况重大的比赛前 所以我想未来 不管怎么样 我们对于体育运动员 要多一些关爱 正常来说 他的心理的压力 比我们想象来得大 以上就是这一期时代杂志 希望提醒我们的重要议题 我们下次见